那個不一定是劇情 但是你的表演也讓我相信 你跟男主角前面是有故事的 他不是被硬生生 因為歌而截取了一個片段 你做到的一件事情 是你讓我相信了這個故事 你說在唱離不開他 這首歌是你在KTV當中 必哭的一首經典歌是嗎 嗯...對啊 因為其實唱這首歌 每次其實心裡還是會滿動情 然後剛剛唱的時候 其實自己有些 也有點那種 有類似的故事嗎 有發生在自己身上嗎 有 真的啊 也是這樣被甩門嗎 就是說那個人就是 漸漸漸漸就是消失在我的世界裡了 就沒有練習 哇這好恐怖啊 所以其實這個 我覺得這個像剛剛老師為什麼說 這首歌讓他動容 有可能就是自己親身體驗過 更能夠傳達那樣的意境 馬上就來看看小瑜的分數 我們來看看評審的給分 好 余超音的分數89分 嗚呼 謝謝老師 書建老師給了19分 那今天目前有寫最高分 請發表最高分感言 沒有啦 其實我還是很自責的 因為其實剛剛有忘記很多動作啊什麼的 就是沒有表現好 自己其實覺得後面的快歌真的是如小胖老師說的 真的沒有很好的呈現好 但是真的很謝謝老師可以喜歡這個片段 因為我們就是製作方的老師啊什麼的 大家都有幫我在想這個東西 所以真的很謝謝大家 很好 但是這個陶子姐要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現實生活中你這樣瘦身成功 到前男友面前這樣蹬一下 這個展露一下 然後他就抱著你大腿要你回去的話 你會回去嗎 不會 絕對不會 但是絕對會去給他好看 對對對 而且我不會那麼刻意拿去他家門口 就是可以讓就是某一天偶遇到 然後就是不經意的讓他看到 然後就是我很好的那個狀態 甜蜜的復仇啊 這一點這個現在新女性都可以做到 自己過得更好 這是最棒的一種復仇啦 好 恭喜你 89分 好 接下來MAN哥請出列 張欣傑 來MAN哥今天演出什麼樣的故事 其實這個跟我就是自己的以前的生活蠻像的 就是在說我以前的就是小時候的家庭的因素 家庭故事 對 是不是 好 現在不要多說 其實我們MAN哥也是會流淚的 不要影響到你待會兒演出的情緒 先掌聲歡迎MAN哥的演出 星傑在上週的強敵體穩賽 帶給高以愛 而首度坐入了劉吉區 希望能重新振作的他 決定將自己的故事改編成劇本 本以為會被導演推薦 沒想到導演看完以後非常感動 第二天就開始幫星傑排戲 但排練時似乎並不順利 在媽媽這邊唱歌呢 回去 回去 哇 這是生日 今天是幾號 今天是七月十八 七月十七 七月十七 MAN哥 你連媽媽生日都記錯 實在太不應該了 媽 星傑 你怎麼會回來呢 你不是說你有工作嗎 媽 我今天要來這邊工作 媽 我今天要工作 改在這邊 媽 糟糕 星傑在排練一整天後 竟然還是記不熟台詞 由於張星傑跟他媽非常不熟 我們要排第九十六次 好 來 五 四 三 二 因為兩人實在太沒默契 導演只好暫停排戲 讓他們的角落 一邊背台詞 一邊培養感情 這對母子黨能順利演出感人的 親情大戲嗎 我聽說通常在戰爭後就會換來和平 為什麼看著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媽媽 就因為喝醉酒 他就能拿我媽出氣 我真的看不下去 就是我比較醉 從小到大只有媽媽的溫暖 為什麼我爸爸那麼兇 夜 如果真的我有一雙翅膀 兩雙翅膀 結果突發 突出發 我一定帶我媽走 從前的教育 別人的家 別人的家庭 別人的爸爸總統的暴凌 藝術一定都會有原因 但是你的媽跟我都沒有錯過 叫你一聲 爸 爸 媽 回來了 別哭啊 你怕我媽媽 我說的話你敢不怕 別哭啊 你怕我媽媽 難道你說不會痛嗎 別哭啊 你怕我媽媽 別哭啊 你怕我媽媽 難道你說不會痛嗎 難道你說不會痛嗎 一、三、七、五、六、七、八 一、三、四、五、六、七、八 你叫我爸 你打我媽 這樣對嗎 幹嘛這樣 和Pino酒精彼此走下 碰碰碰碰碰 不會痛痛 痛心我內疼 別哭啊 你怕我媽媽 我說的話你敢不怕 好Pino心情超棒的棒死了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我跟你講我今天晚上有個通歌要錄 超讚的通告 今天晚上? 康熙來了 真的假的啊 而且是小S指定要你去錄的 還安排你跟他有個超火辣超激情的橋段 真的假的 對啊 還有對了明天那個7月18號的通告 沒有忘吧 早上要錄那個拉方 然後晚上還有一場 等一下等一下 你說18號 18號 所以說今天是 17號 對 昨天16號 今天17號 沒事吧 怎麼了 等一下 我跟你講 嗯 你把我今天的通告 全部都退掉 好不好 退掉 麻煩你了 真的 退掉 你唬誰啊 張先生 康熙來了 小S的節目欸 退票 老闆娘 這香蕉怎麼賣啊 一斤十塊 呃 那來一斤好了 好